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部长还是什么 没说 很多人盯着干 所以把视频发给我说 你怎么成崔乃夫了 经常被引用 所以今天直接把人给踩上来 我直接过来是报仇的 实际上您是一个时评家 写时评论的 对 同时也是一个气功爱好 我不是崔乃夫 小时候练过气功 没练好 练的是严心那一路 对 严心大师的 所以说今天他来 咱们就可以请他现身说法 谈谈对王林的看法 他们不是一个门派的 这你都分得清 实际上我是没练成 练半天半徒而废了 当时觉得练不成 是我自己资质太差 但后来慢慢的觉得 那是有点像神棍 这个是伪科学的 听说你妈练成了 我妈也没有 我妈练香功 练了几年之后 我大姨当年也练香功 练完香功之后 改传销 现在可能信教去了 你妈真是 传销也干过 我们万分庆幸的 有一种功能 她没碰上 你看她的这个 你看她的一个连接点 练气功 传销 信教 你觉得这里边 有点内在的联系吗 这些事 有点名堂吧 是吧 不敢多说我妈 她给我急了 但是我就说 王林的这个事情 现在闹到这么大 你说 我现在看了一些文章 我就是 就那意思就是主张 不管这个舆论多么大 但是实际上 还是要这个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绳 就说这个公检法 你比如说 这个人非常奇怪 这几年 说这个媒体 说她这个七宗罪 非法持枪 对吧 什么非法行医 诈骗 重婚 什么的 但是 一直就没有 没有任何结果 那么你是说 真的是找不到证据 或者不能 她这个罪不成立吗 还是 像这一次也没说 就已经坐实了 但是说逮捕的原因 是买凶杀人 就是说 就跟她的徒弟 跟她的徒弟 都有 当然没被证实 但是说据说 她是答应给钱的 如果本缺点说法 现在我们也不能说 她买凶杀人 对 我们可能是说 她涉嫌 跟这个事情有关 然后现在就处于一个 取证和调查的阶段 对 你说这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们评论人 都有这种敏感性 我们不能说 人家是罪犯 就跟白云松老师说 几十岁老汉的那个事 他就不说是一个 犯罪嫌疑人 也不说是一个罪犯 以表示 就是在这个事情 法院进行判决之前 我们讨论这个人的时候 一定要是 一罪从无的一个态度 但是你说这个事 你看到之后 你的第一反应 或者说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最反应的 我最反动的是什么 我最感兴趣的 实际上是 这个王林 这个人的身世 他的朋友圈 和他跟这个整个 当时气功界的 这种什么源流 我不是小时候练这个吗 对 后来就有兴趣 就是看这些气功大师们 都在他们表演什么东西 我在看到 王林是1987年 从监狱里边被放出来的 而是作为特异功能人士 给放出来的 他那时候是一个算三线 可能都算不上的 这个 那我就开始就是 王林到底在练什么东西 他这些魔术 在整个气功界里边 到底算什么地位 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个咖 对 你这么一说 对不起 就是你说到87年 他已经因为特异功能 被放出来 我就想到当年 其实有一场 很轰动的争论 就是关于 是不是人体特异功能 是真的 而且很多当时两派 就是都有一些科学家 哲学家都出面了 都有大咖出来 这个助阵 你说的有意思 甚至是省级的领导 副部级的领导 很多老干部 因为我看新闻的张红宝 就是叫代工报告会的时候 就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 几十个 厅局级的上百个 处级以下不让进 轮部级以下不让进的 所以你说起来也是一巧合 你说你妈妈是练气功 她练香功的 对 我爸爸呢 其实是那个 做搞那个自然哲学的 就叫做自然变证法 对 他的好朋友是 老朋友是那个余光远 这余光远 因为他们一起 余光远就是一派的 一派 就是反对这个 特异功能 他认为是假的 对 他是起手 所以我还对这个 真的当时是有印象的 就对面的那一派 也有一些哲学家出面 最有名的 我不知道 我忘了是谁了 是不是 甚至前学生都出来了 这绝对是真的 对 那么这个辩论最后 好像是没有 并没有 以一个定 没有一个定论 这个辩论 我觉得他最后的收尾 是1995年的时候 110多个中科院院士 联合署名 什么推进科普 什么之类的 反对伪科学 那个算是尘埃落定了 在那之前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 有一些高级官员 他自己本身就练气功 他就在内部的时候 喜欢气功的 信气功的 和不信的之间 也会有一种较量 那最后就成了 有的报纸上 像人民日报 他会出一篇反气功的 马上又出来一篇 支持气功的 因为前学生 自己就写一个万言书 我拿我的党性担保 人体特异功能是科学 他曾经也以 他的党性为担保 证明母产可以达到万金 这是当年在大约进 我们河南农领了 但是你就说 现在很多人就是说 钱学森有他天真的一面 或者说甚至是挺可笑 可是其实我现在倒觉得 这完全正常 你知道因为就说 其实咱们生活在这么一个 就时代发展到今天 我自己很多时候都觉得 真是找不到道 你该比如说 这个科学 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比方说 这个钱学森自己也说 这个量子力学 而且几乎是有的诺贝尔获奖者 就是现在西方的科学家 他们认为就说 科学现在需要扩大它的概念 对 比方说 就说过去的科学 一直是以唯物论为基础的 对 但是呢 在量子力学层面上的发现 越来越发现呢 人的意识这个因素 不能忽视 这个甚至于 你看我前两天 我看一个这个纪录片 也挺有意思 所以你就常住在美国 我闹不清美国什么情况 就是说 好像啊 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研究 你可以研究 但是 是有伪科学潜质 有伪科学潜质 有潜质 就是我觉得研究科学 是需要想象力和大胆的那种 这个 但是你没法用你的想象力 去移动一个杯子 这个是一个常识的东西 可能 对 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讲 就是 我就发现 我在这个生活当中的是 遵循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 一个阿拉伯那有一句谚语 叫做 相信真主 拴好你的骆驼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哎 我因为我觉得我也不会五迷三道 可是我愿意对一切是开放的 我都愿意听 那你告诉我 甚至我愿意相信 可是 你要给我借钱 对不起 我给 就是说 我在真正的生活上 这是个理性的 其实遵循的是很实际的 常识的 但是当然不妨碍去探索 因为科学也不是说 已经到了止境 我这件事 你说 你说 我说就这件事 其实有好几个面 比如说有很多大科学家 一直到爱因斯坦都说 其实他认为 有很多东西 在宇宙中有神秘 是科学家 就像他这样科学家 也不能认识的 所以有未知的领域 是科学不能穷尽的 在这个信念上 他也是一个泛宗教者 就是到这种程度 所以很多科学家 或者是哲学家 都会愿意相信 有一些未知的东西 是非理性的 我们要 得承认它的存在 可是在中国的 这种语境里边 我们知道 从20年代开始 上世纪20年代 就有科学大论战 很著名的 就是科学的人生 这一派很多科学家认为 我们中国缺的是科学 可能包括一些人文 像胡适 他们可能都支持 这一派的东文教 还有一些玄学家 说中国的传统 里面有大量的这种玄学 是不能用科学来涵盖的 而且它要解决的是 人生的问题 那么这种呢 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 向来我们就有肥沃的土长 对这些非理性的 感性的 反科学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语境下 你再来批评科学主义 我们刚才文韬说的 实际上是一种科学主义 就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 所有答案都说 我对西方一个不太内行的印象 我就觉得 它那个地方实际研究什么的都有 用科学的方法 研究轮回转世 研究灵魂 其实研究什么的都有 但是为什么人家 好像正统的东西 基本上还是科学常识 美国的神棍和邪教是最多的 对到处都是 韩国的什么 全世界邪教先跑那去 找一批 包括那前几年一大批 就为这个死了吗 对 但是你没见过 就像咱们说的八十年代 这个中国这种气功热 一种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 从权力到这个全民的 就是我觉得刚才说的 我这个西方美国 它已经有一个科学的洗礼 从18世纪以来 它这个启蒙运动 整个已经推翻了那个神学 上帝已经死了 之后启蒙以来 它的科学 已经变成了 它整个社会的主流 但是在很多地方 包括你像我住的纽约 满街都是 我们那曼哈顿下城 很多算命的 测字的 各种吉普赛的那种文化 是大量存在的 但是你不会 它不会轰动全城 它只是一部分 而且也都合法存在 但是主流的人 比如说你去看一个医生 不会去找王林这样的手 不会有大部分人 我就拿我自己说例 我的保健医生是一个西医 他是一个美国人 有一段时间 我曾经问过他 我说我是中国人 有一些中医的 比如说针灸 还有一些这种中药 你是怎么看的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可以去尝试 他们是一种叫 alternative medicine 他说他们是另类的处理 有一些东西 我们西医的 从我的训练来说 我不能解释他们 但是我不愿意否认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道理 你可以去尝试 但是你 我希望你就是说 如果真到了大病 你至少要来我这 告诉我 要动手术还什么 所以你看他这个关系 李建征老师的说法 其实就是说 你连科学还没有的时候 你就不能去批判科学主义 没错 这个东西 你得不能超越一些东西 你讲也把它放在一个大的 语境里边讲 对吧 我们这些特殊的这些功能 是不是存在呢 有可能有些现象 我们的确不能解释 那时候练气功的 那时候80年的练气功 其实有一个时代背景 就是我们要赶上西方 因为当时改革开放觉得晚了 我们要进行大量的这种建设 要提高速度 那时候水变油 这个很多人为什么相信 而且高官要推动 对 因为我们是平油国 我们要大量的生产石油 去推进我们的现代化 当时要推进四个现代化 对 包括这个说人体特异功能 是为我们的生产力做建设的 包括国防嘛 包括国防 多省事啊 对对对 打扮美国一直都戳死了 张宏宝还被直接调进了军队 执行秘密任务 对 我就怀疑可能是要这个窃听 用意念 或者说只用意念 把对方白宫就秘密文件给走了 让我想起一和团 意念就可以杀洋人 就是两旦元勋 邓稼先 临死前一个月 我看见有报道是严新去治的 严新严新 就折腾了一个月 最后两代 你也看过严新的代工报告 我也练过他的功 是是是 结果他被他把邓老给治死了 现在这些人都在哪 我很想去找找 严新到了美国 甚至他出 近年就没有销声匿迹了 但是早期在海外华人里边 还是很轰动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那个英语教授 就是他 但是他是华人啊 他就曾经在严新的场面 回来跟我说轰动极了 很多人晕倒 什么从轮椅上站出来的 接受这个信息的 对 有有有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涉及到另外一个 就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就是他的土壤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哈 就是实际上可能有两个问题 呃 这个信众有两大种 一种是由于无知 一种是由于恐惧 我认为啊 无知可能有一些人 完全没有现代科学的知识 他就剩这些神神秘秘 可是像教授这样的呢 我说的还是英文教授 他为什么信了呢 直接的原因是 他生了一场大病 就大病当中 人是要抓一根稻草的 他有些东西 他觉得失控 那么虽然他有很多的知识 之前他完全不信这一套 在那个时候 他就抓住了这根套 他就完全全信了 另一种恐 这是对 我觉得对一种未知的恐惧 还有一种人是对已知的恐惧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觉得 好多中国的信 这个王林什么这种 是官员 他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做了一些 潜规则的事 灰色领域的事 以后可能要遭报应的 所以我要那个 求一个神的保佑 就像就是说 做点善事 对 捐点钱 对 就甚至有些人 比如心里有很多 他觉得阴暗的秘密 他要去 比如天主教 他要去找神父 去倾吐出来就好 然后这个呢 他要找佛 或者找有特异功能 给我加持一下 或者什么 我觉得他有这种因素 就是王林是个平台 对 是吧 就是他就说 关心王林 这是他这个朋友圈 这是个什么朋友圈 甚至我就说 真是 这个王林到底有什么 真正能举证的 将来法庭上认定的 这个证据 都很难说 有可能很难 中国这个平 中国式平台的模糊性 他有时候 把你们俩弄一块 那么你说 你真上法庭 他干什么了 他真的就是一个 社交皮条课的那种角色 甚至于你知道 我研究一下 这个要不说 就是中国的 这个某种层次的 这个生态啊 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对 比如说 他跟这个邹勇 算是结了仇了 对吧 好 我们看见 这个报道里 出来了很多 他的这个 跟人签合约 我觉得这个合约 很有意思 就是说 这人也不知道哪的 你啊 给我把邹勇弄进去 邹勇进监狱的那一天 我付给你600万 对对 邹勇如果判了 无期徒刑 我付给你2000万 你知道吗 我猛一看呢 我就觉得这个事啊 第一就是说 法律好像不承认 这种合同 对吧 但是第二呢 我又觉得呢 他这个 他这个又像是个期货合同 你明白吗 就是他只是说 我让潘采夫 去办这个邹勇这个事 到底什么事 上面没写啊 但是到最后说 如果他坐了牢 这像不像个期质啊 什么的 就是反正他坐牢 我就给你这钱 他那合同 让我看的就很乐 因为想起了 这个港片里边 经常说江湖奸杀令 就说 这江湖老大发言了 谁要是能把他 给我办了 我就给他怎么怎么着 就是他特别遵循 江湖这套东西 而他实际上 整个练气功的 我觉得全是江湖人士 我们看那个江湖丛弹 这个玩这个仙人跳的 到乞讨的 就是玩这个神棍 耍把是卖艺的 全部都属于江湖骗术 对 他是属于现代社会里边的江湖骗术 而且又加上了他的 跟官员演员和商人之间的朋友圈的这种 这种构建 就是他可能是 我觉得你们俩讲的 其实是不是都在说一种 利益链条 他只是这个利益链条当中的一节 而现在因为出了事 他是那个浮出水面那一节 实际上很多在水面以下的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或者看不清 对 或者不好说 他可能就属于那种 茶馆里边就帮人解决 麻烦的黄胖子 这帮派 我不是那帮 但我都熟 你们俩 准备打起来了 我来给你调停一下 然后给点好处费 对 所以他们也在说 就说实际上你说 也有人说他有什么后台呢 那些跟他合影的人 未必 那可能仅仅是个合影 对吧 但是他的这个问题就在于 你到时候你媒体说了 我就觉得媒体的这个逻辑 跟法律的逻辑不一样 媒体的逻辑是联想 法律的逻辑是证据 媒体说有图有真相 其实是有图有联想 媒体在写 他给女明星开光的 对 在床上开光 这怎么有图呢 好 那照一个像 说跟卫生部长也合过一样 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 就是真讲证据的话 他们都认为说 他这后台硬到 媒体举出了七宗罪 愣两年时间 公安都没找到证据 我觉得也很不可思议 就可能你确实他没有证据 对 这我同意你的看法 对啊 我觉得公安 他起码是讲证据的 如果他一方面 他可能是没做 另外一方面 他可能把证据给销毁了 对 他证据如果销毁了 你没证据 他也是无罪的 我们不能说 你认为他是有罪的 但是为什么公安 那不公布调查结果呢 他这个事 应该是还没完 还没来得及吧 应该是还没完 就像我那天看一个 就是说 说他有枪 但是呢 据说他就找不着这枪 但有可能呢 是给高温融化了 所以我想 对于公安来说 也很难办 就说也不能认为 别这事就完了 那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 什么意思高温融化 都没听明白 是他自己 用他的特异功能 把这枪给融化了吗 那那那那那不是 就就就说是 有说法 就是他销毁了 拿那个电风枪啊 就跟电焊似的 对着那个枪 就把它给融成水了 就跟把人杀掉 扔进刘三池 是一个大概的 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 是一个阴谋论的最大的工厂和市场 对对对对 他制造的人数也巨大 花样翻新 然后受众也广大 所以你就看出来 这就正是一个邪教产生的土壤 土壤最有利于 咱们需要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演员跟王林的关系 这个才不幸比较了解 对刚才他 他就是说这个 我提到这个恐惧心理 你还是怕得罪你们朋友们 是吧 怕得罪你们明星 这话留给你说 对 我除了认识李亚鹏 我其他都不认识 哎呦 讲你啊 我不能说李亚鹏 这个我也不了解他 就是你刚才讲啊 就是说你对扎老师的 这个看法 刚才张老师提出一个词 其实就是恐惧 我就恐惧这个词 是一个特别精准的 能概括很多像神棍 宗教啊 实际上像巫术一样的 原始社会人是怕 这个自然现象 打雷 他就是有巫师 来帮他做法呀 跳舞 那古代社会人是怕 觉得为什么会死亡 这种东西 人会去找耶稣 会找穆罕默德 这种宗教就会产生 那现在社会呢 中国人实际上 我觉得是本来不怕 什么东西的 但是像官员 他会怕他的官位 这是最核心的 演员是怕他不红了 或者商人呢 是怕他的钱 和他的地位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中国 现代社会 最具恐惧心的几类人 大家同时去拜王林 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就是得的越多 他的诗的恐惧也越大 所以会有这么多 其实小老百姓啊 我觉得也有拜王林的需求 王林不接纳 对 烧不上 拜不上 收费太高了 他只好去拜一个菩萨 然后去少林寺 一千多块钱的香烧一把 我觉得这个原理 基本上是相同的 再加上王林 又帮他们搭建了 这样的一个圈子 但是你比如说 为什么有的人 他这个朋友圈就这么成功 你没有我看过一个 接触过王林的 那个人就说呀 说你 就是说 他就觉得 这完全是个没文化的人 对对 就相间的这么一个人 他说三分之一的话 他这个普通话 你都需要翻译 就是说他实在看不出来 这个人 而且你感觉这个人 对外界世界 根本就不太了解 但是你知道 有些时候 你先给他 笼上一个光环以后 那些人们 所谓在外面世界 有见识的人 见到他 就好像是 会有周波通一样的可爱 你看天真 又就是大智慧 画外之人 对 这家伙像个童子 像个孩童一样 你知道就会 你会这样的投射他 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了 这个文怀沙 就是百岁文化老人 文怀沙 原来行走江湖的时候 就是长发飘飘 说自己一百来岁了 实际上 不是经过学者考证 才那时候不到90岁 说是张太炎的弟子 后来也不是 再加上 后来也是因为流氓罪 或者什么之类的进去过 但他就 他会有一整套的 你说的 像谎言一样的东西 把他给制造一个光环 他走到哪 这个后边小孩一直带着 再加上传统上 一看这个人 真的像一个仙人 但是他会做一些 其他怪癖的事情 我们不能理解的 也觉得 这真是更加证明了 非同常人 是 对 而且他讲的 就是为什么这个人 好像就是火了 其实还真的是 跟80年代 一直到90年代初的 中国的气功 科学之间的大争论有关 因为有时候这一派得势 有时候那一派得势 他就是在气功那一派得势的某个时候 当时王连是从牢里提出来的 去验证他 就是有部门就去检验他 还带他进京测试 对 比如说测个字 进京测试 或者你能不能移动杯子 或者能把药丸给什么变出来之类的 而且中国这个测试很有意思 随着风向 所以你知道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他们讲最早 这事最早啊 是1979年 四川有个叫唐宇的12岁小孩 说耳朵能认字 能认字 当时的第一次检验 就是说验证了20多次 19次他都是在偷看 偷看不成就拒绝辨认 好 但是到后来呢 上头的意志风向改变了 说就像钱学森 他们这个甚至是国防科工委的领导 说这事要重视 人体科学研究 好 再去测 再去测 他就是真的了 都真的 你说这咱那个科学家 是怎么做测试的 我也不明白 所以我说的 这个就是扎老师说的 就是整个社会的 一个是你的科学精神 是严重没有 另外一个呢 你的官场文化 就这个样子 我的领导说他是真的 他就是真的 我测试就出来了 到现在你的领导说他是真的 他还是真的 就这几年没什么变化 这也是王林 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边 如鱼得水的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操作 很多事情是不公开的 再一个呢 刚才你说这个 王林没文化 我就想反驳你 你的前提是认为 官员和商人和演员 有文化 是吧 实际上是有很多没文化的 对 就有些人读了很多年的书 或者上了大学 他还是没文化 因为他不具有 像理性和科学 或者常识的这种精神 他一见到 就信神信鬼的 像马云这个我也不忌讳 就马云也去找了 王林是吗 李一道长 王林这全是他找的 因为他是名人 自带光环 结果他一找就出事 大家才把这个聚光灯啊 投到这些大师身上了 他要是不出去 或者那些明星不找 这图片不留出来 也许王林可以安享晚年 都没事 那你觉得马云有文化吗 马云我觉得没文化 行行行行 这是您说的 反正咱也没拿得起 马云又是个直帅的人 说实话 对 有两种 比如说你不能说 钱学森没文化 他是两种情况 对 所以我说 对 有可能或者是无知 有可能是恐惧 怕 我觉得你们俩今天 见什么拜什么 我觉得你们俩今天跟我讲的 就是给我一个启发 就是在中国啊 真的是需要非常小心 其实有些时候 对于未知的研究啊 是很好的 应该的 但是呢 你要在没有经过科学洗礼的 一片土地上 对 你要提这个 很容易就变成无名三道 是 对吧 直接就发展 传统里面有这么多 风增 傻和尚什么的 大家都觉得 这傻子正好是他应该扮演的角色 就这个 这话外之人就应该这样 健康新概念 还有什么新的呢 科学家讲的话 反而是大众觉得 对 还有当这个像气功大师特别红的时候